这个老六应该是被野鸟拐跑了 前两天我把他放出来 他每天出去玩了以后都会回家哟 结果昨天晚上 这家伙居然没有回来 咱们这边野八哥也是一群一群的 这下不知道便宜哪个臭小子了 听到一声鸟叫 是不是老六啊 在树上站着 老六 好像不像他 老六全身漆黑的 这个脖子上好像还有点白哟 这是个什么八哥呀 咱们这一片随时随地 都一大群八哥飞来飞去的 大家叫声都差不多 根本分辨不出来呀 还是去找找他吧 不过我感觉可能希望不大哟 顺便把来福带出去遛一遛 这小子天天在家里捣乱 这些拖鞋他简直如是真抱怨 一直一直的往他个窝里叼 有时候拖鞋找不到 就跑他狗窝里来找 准没错 走来福 下来呀 腿太短 这个楼梯对他来说有点不友好 这下就得自己走了 不抱了 跑起来 这家伙已经胖得跑路都飞进了 刚刚就是这棵树上 看到一只八哥 但是现在已经飞走了 这只鸟是个什么鸟里 应该不是老六吧 老六 老六 这一大群八哥 难道就没有我的那一只吗 看到我走过来全飞跑了 还把别人的看门狗给惊动了 继续去找一找 这边竹林啊树林啊 夺得不得了 来福 回来 小子 呀 这狗东西 你怕是眼神有问题哦 小伙子 你是哪家的你都不知道呀 莫名其妙就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去了 他甚至还想跟着人家回家 走 没搞清楚自己跟着谁了 是个人他就要跟着人家跑 这小团腿 大处都是鸟叫 我已经凌乱了 我一听到这里面有八哥叫 不知道有没有老六 咱们叫一下试试 老六 老六 没有回应 这片竹林还好是白天来呀 晚上来有点吓人哦 鸟没有找到 带你们看看这满山边有的油菜花吧 一眼望去 每个山头都是黄的 这个官方用语叫什么来着 蚕豆 还是什么 马上也能吃了呦 反正我比较喜欢吃这玩意儿 新鲜的 特别好吃 就这样瞎转了一个多小时 来福都累的不行了 这狗不走了 起来 咱们继续找 走不动了 这小子挺搞笑的 算了 我也有点走不动了 干脆就席地而住 休息一会儿吧 刚好这家伙也是不想走了 他好像还有点嫌弃地上凉 非要跑我身上来坐着 你倒是懂得享受我 找了这么久也没有找到 肯定是被哪只野八哥给我拐跑了 现在也正是配对的时候 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本来他和我感情也不是很深 找不到就算了 给他自由也挺好的 只是有点便宜外面的野小子了 看这狗尾巴 真的很像一根猪尾巴 如果我只把尾巴给你们看 是不是真的像猪尾巴吗 差不多也回去了 出来抓了这么久 这狗都跑得不想跑了 把他带回去了 不许舔我啊 这家伙走着走着又不走了 看来是真的走累了 说好的不许舔嘛 看这给累的 回家就跑狗窝里休息了 这真的是累成狗了 哈哈哈哈